料理师傅一刀一刀切着炙烧过的煎鱼 放上满满葱丝 让人看了实质大动 这是日本高枝县最知名的下酒菜 但你知道吗 煎鱼美味的标准是要结实精壮 但渔夫今年发现一个让人忧心的现象 煎鱼变重意味着能卖更多钱 这应该是好事 但首先从食物角度来看并不合格 柴鱼在日本叫做煎鱼 柴鱼正是煎鱼经过长时间烘烤而成 用太肥的煎鱼容易出油 而煎鱼变肥了 还有一点让专家更担心 肥美代表摄取食物过多 回溯原因就出在气候暖化 海水温度上升 煎鱼因此能在温暖的海域中 获得充足的食物 气候暖化从长远来看 当然绝非好事 二十年来日本煎鱼的鱼货量 减少了大约百分之三十 政府数据显示 盛产煎鱼的高支线 目前鱼货量也只有 一九八零年代巅峰期的四分之一 主要原因是过度捕捞 现在加上暖化的威胁 让料理人和老汤们越来越担心 何时的灵魂就是以柴鱼片熬煮的高汤 一旦坚于越来越稀少而昂贵 将严重危害日本人引以为傲的饮食文化 近期新闻林梅杰陈斯林报道